嗨,大家好,欢迎各位来观看这一次的明日方舟的游戏影片 那么这一次呢,来攻略的这个观看呢 就是这个荒野,这个黄铁峡谷,这个危机等级18 那么终于通关了,尝试了两个小时,终于通关了 OK,那我用的合约呢,最主要应该是这个合约3里面的这个幽灵和幽灵组长 这个军军的话呢,我就不敢阐释了,OK 因为军军,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去挡他,所以呢,我就选择去应付幽灵和幽灵组长 那我的阵容呢,就是这7位,就有银灰,然后商量,还有小莫,还有风狗,然后赛妈,然后阿推,还有杰哥 蛮多一些微操作,OK 那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够重现,OK 那我们就再来打一次 那么第一只放的呢,当然就是推进之王 那么就是回费,就是阻挡敌人 那么放完之后呢,下一只就是山羊,来清一清这些重装 那么放完之后呢,就是赛妈 那么赛妈的话呢,就要等这一只重装敌人 然后来到这一格,而且呢,赛妈是不要阻挡这一只 赛妈阻挡的敌人呢,是这个重装,还有这两只,刚好就三个 那么弄完之后呢,就到我杰哥,杰哥放的时间点呢 就是左边的神赛手开完第一剑,就可以放下去 那么放完之后,就等赛妈的这个盖子化 那么这个盖子化,只要一有,就直接立刻开 然后盈辉放,杰哥开,然后小羊火山开 那么开完之后就等盈辉的阵营斩 就把军军收掉 那么军军收掉之后呢,就到小莫放在这里,来吸收仇恨 这个眩晕剑 那么小莫放完之后,就到封狗 那么封狗放在这边呢,其实来清这边的神射手 那么盈辉放在这边,是为了保护山羊 就是不要给这个神射手去攻击 因为山羊是受不了,这个伤害 OK,神射手出现了 这边,这边直接开 OK,封狗开启 OK,封狗开启 这个不错,虽然小羊的火山开了 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还有小莫 这边的话 再等一等 开 这里开的时间点,最好就是全部吃到 就是小莫的技能 尽量吃到 OK 那么幽灵主展就解决掉了 那基本上到这边的话就 算轻松的了 这边要开杰戈 开吟灰 因为这三只幽灵跑得超快 就是单靠 这个银灰的伤害呢 应该这个是速度啊 是来不及把他们 就是幽灵收掉 要靠杰戈的缓速 给予银灰足够的时间去清掉 然后下一只就是这边会出幽灵组长 所以这边可以直接开启小莫 不得开启蜂狗 那么开启蜂狗 那准备出现 幽灵组长 那这边可以开启杰戈 再一次把幽灵组长收掉 然后把这边的三只 幽灵也给收掉 OK 那基本上就完事 OK OK 那这个荒野黄铁峡谷的这个 维基石巴安的就是这样 那么我的银灰呢 就是阵阴斩 转3 那么赛马的这个盖子化 就等级7 那么小羊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 小羊正在 是在这个训练室呢 转3了 对 但是还没练完 所以就只有转2 那么推进之王呢 就等级7 那么小牧就是G3 杰戈 第三个技能 等级7 然后疯狗 这个第2个技能 等级7 那么每一只都 非常重要 那不过这个玩法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开始 还有就是第一次出现 幽灵还有幽灵组长那一边 然后最好的话呢 就是银灰帮三娘胆伤害的话呢 最好就是银灰不要给阵王 因为如果不会震王的话呢 那他就可以再一次开启 真银掌去清掉第二波的这个幽灵 就是那三只炮的 从右边跑去左边 那个那三只炮的超快 要靠杰戈去缓速 那基本上只要处理掉这边的话呢 后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OK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希望呢 这个通关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次的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记得按个赞 觉得这频道还不错的话呢 按个订阅支持一下 那么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想说的 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 OK 那我们下一支的游戏影片 再见 各位拜拜